丁水頭試驗 土壤力學實驗釁水頭試驗 我們這次釁水頭試驗所會用到的儀器包含透水試驗儀 透水試驗試套組 油標尺、凡氏林、涼杯以及溫度計 那接著進到我們實驗的部分 首先用游標齒量測透水試驗室的高度及直徑 由於在將圖樣裝入試驗室時頂部還會佔用到一塊透水石的空間 所以試驗室高度要記得減去一塊透水石的高度 量測部分需各兩三次後再取平均 最後算得透水試驗室內試體的高度L以及面積A 先來簡單講解一下透水式的組成 首先最底層是底座,接著將透水石放入底座凹槽 再裝上透水試驗室的金屬原柱膜並將其鎖緊 先來看看 接著按照圖中的順序將其放入 再裝入沙土的過程要分三層裝入 每層均需輕輕地夯實 而每層的接觸面以軟刀加以輕化幾次 加以擾動 最後一軟刀將試體頂部磨平 記得要空下一塊透水石的空間 再放入濾紙透水石 並將頂蓋蓋上並鎖緊 在可能漏水的邊緣上塗抹凡士林就完成了 謝謝 謝謝 接著將已裝好的透水室搬到透水儀 並將綠色圈圈處的水閥打開 並檢查該關上的閥門是否已關上 之後開啟連接透水儀的水龍頭 製造一緩和通過試體之水流 約五到十分鐘 打穩太即可 同時也須特別注意透水室是否有漏水之情 若有則須再多塗抹凡事鱗魚漏水處或重新組裝透水室 可檢查透水室出水口流出之水是否仍有氣泡 若無則表示試體已打飽和 並量測量自有一面之水頭插 將儲水器的水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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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計時一分鐘 反對面就可以鋒水分扣根 卡通過水燈 非常緊張 合部公司的水蒸乾淨 更加薄暗度效用量測量測嗎? 令一起使用水倒露變 接著以不同水投擦 H 重複上述步驟 总共需至少有三组不同的水投擦 实验结束后可用达西公式计算每一试验对应之渗透系数 K 最后为了去除因不同温度下对水质粘质系数的改变 而对渗透系数造成影响 会对每一试验对应之渗透系数 K 乘以粘质系数 得到K20度C 并将各组织 K20度C加以平均得到最终结果